連續三套的港產片,即梅艷芳、金手指、與及本片,是不者忽發其想 或許本地除了文初劇之外,更可以發展另一個時空系列作品,那就是八十年代 對本地很多人來說,這是一個奇妙的年代,或者可以說是屬於發現的年代,生機蓬勃 每樣東西都有趣,有其無限的發展潛力 就是紅金寶當年拿起第一代的手提電話於片場女法號司令 大家竟趨之若無,立即以其外號大哥大,給這部隨身帶著的笨重通訊工具冠名 於本片中,觀眾也發覺當年的流行曲份外他隻人口,如張國榮的Monica,陳惠涵的跳舞家 或許是由於大量改編外國金曲,特別是日本作品的緣故 人家成功的變拿來據為己有,那是何等聰明的槓桿效應我 指示近日於Youtube上某主持人所指出,這個熱潮中結於某電台提倡本地創作之後 自使歌聲門的唱片蕭亮亦同告走下坡 故此改編至小說的本片,用城寨來代表香港,訴說這個八十年代的故事 戲中城寨仿佛是個海納百川之大家庭,即使如越南男民身份的男主角林峰 當跟大家一起坐在電視機旁,看歡樂今宵的十分鐘催劇蝦仔爹地之時 也會引起強烈歸屬感,視此為家 相信此是八十年代的魅力了 承言當時的另一本地經典產品,必屬大量的武打連環圖 《龍虎門》、《李小龍》、《中華英雄》、《盤據了七》、《八十年代小孩子的心靈》 直至九十年代日本漫畫《龍珠的崛起》為止 故此,本片與其說是一個城寨故事 還不如說是一個還原上述漫畫作品的致敬之作 劇情中便有不少港產漫畫情節出現 例如王小虎等一群好漢 血戰連有金鐘罩,機近於天下無敵的金羅漢 唯一勝算電視爪出其身上僅有一串半的致命罩門 類似情節,不但在本片出現 同樣也建於電視劇《城寨英雄》 而在《中華英雄》、呂 刀槍不入的戰狂 連華英雄及司徒無量的無量神掌也不怕 最後主角竟將雅密塞入其口中 由內至外破其法 本片也用類似的手法去打敗大反派 就算是神打者門有點屬於自我催眠的神功 如今大概罕有聽聞 但在李小龍漫畫 《金牌殺手的第五弟子大魔神》便精於此道 書中更強調他運功時雙腳必須腳踏實地 此點也成了主角門致勝的另一關鍵 凡此種種 更讓不者相信 這個所謂武俠版的城寨故事 其實是部龍虎門的衍生產品 古天樂的那個城寨治安委員會 根本就是王小虎所設立的龍虎門之番板 目標都是為了保護附近的街坊而設立 而本片亦大膽採用林峰當男主角 同樣反映了港產片近年的另一趨勢 於八、九十年代掘起的電影巨星 如今不少二年如六巡 就是最年輕的古天樂 今年二二五十四歲 故此港產片形成了一個嚴重的演員斷層 缺乏一奢三、四十歲 精於演戲 對觀眾有一定吸引力的明星演員 此點形成近年吳卓熙、黃中澤的冒起 當戲不少中型港產片之主角 只因他倆在票房上有其一定的號召力 而跟他們同期出道 也是成名於電視台的林峰辨視另一個不錯的主角選擇了 但這套功夫動作片又帶出了另一個嚴重的問題 辨視者到最後的賣座法寶同樣出現斷層狀況 如今具有號召力的動作明星遼遼可數 本片沒有因子丹、吳京、張進的演出 便須以靠武術指導將一奢並非龍虎武師出身的演員 以鏡頭來遷就 打造成新手不凡的舞臨高手 導演可謂出盡九牛二虎之力 就連武俠小說作家喬正夫也粉密登場 飾演相印高手 但這始終非長久之計 適乎栽培無打巨星的氣候土壤 逆高日漸消失 眼看後繼無人 大家便只好繼續看《殺神葬域》 《特技狂人》 《獨科界》 等荷里活電影了 最後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本頻道 請在YouTube上訂閱、點讚、給予正評 謝謝